将须雅公送回了家后 唐小舟又开车朝自己的家驶去 这个中午 唐小舟之所以回来 是因为妻子古瑞丹不在家 参加雍州市公安局一个活动去 他的妻子现在混得比唐小舟要好多了 是省公安厅宣传处的第二副处长 回到家门口 掏出钥匙开门 钥匙根本转不动锁 很明显 这门被反锁了 于是唐小舟掏出手机 拨大家里的电话 可刚拨了两个号码 都是没人接听 突然觉得今天中午的情况十分特殊 他甚至闻到了某种阴谋的气味 唐小舟赶紧给保姆小花打电话 小花接过电话倒也客气 唐叔叔有什么事吗 啊 你在哪里啊 我 我在外面呢 谁在家里 小花显得十分警惕 你在哪啊 唐小舟从小花的语气当中听出了端倪 便撒了谎 啊 我在月亨 谁在家里 电话怎么一直沾线 古阿姨在家呀 可能是他在用电话吧 唐小舟已经明白了一切 仍然心有不甘 继续追问了一句 他不是去世纪开会了吗 呃 会已经开完了 一切 昭然若揭 古瑞丹就在家里 并且还不是一个人 他应该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说起这另外一个人 唐小舟也知道 早在几年前 公安厅就有人曾经暗示过他 古瑞丹之所以一再得到提拔 就是因为他和某位上司关系暧昧 他们所说的这位上司 就是宣传处处长 翁秋水 翁秋水因为有自己当高官的岳父 坐上了政坛直升机 十年四十二岁 却已经当上了七年的处长 在公安厅算是老资格的处长了 早就有消息说 他在活动当副厅长 并且大有希望 作为男人 唐小舟无论如何都无法忍受这种旗帜大怒 他真想闯进门去 将这对狗男女堵在床上 可是冷静之后 唐小舟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既定方针 先解决事业上的难题 一旦事业稳定 立即着手和古瑞丹离婚 至于眼前这件事 也只有一种处理方式 人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或许有几个小时之久 唐小舟突然想喝酒 想让自己大醉一场 喊个朋友 一起喝酒吧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 他又一次感到了悲哀 自己有朋友吗 此前 他一直把徐雅公当成红颜知己 但经过了那件酒店的事情之后 他证实了一件事 所谓徐雅公是红颜知己 那完全是一厢情愿 王宗平或许可以算一个 彼此认识多年 感情也相当不错 可他是推心致富的朋友吗 得打个问号 还有李兆平 有人说他和李兆平 有周瑜和诸葛亮的情景 认真一想 似乎还真有点这个意思 如果真要找一个人出来喝酒 李兆平肯定不合适 他现在是省电视台娱乐频道的总监 正处级干部 也算是春风得意吧 这王宗平或许可以试一下 他现在正处于人生低谷 在市委办公厅 任一个副处长 混得很不如意 面对唐小舟的邀请 王宗平仍然是懒懒的恩了一声 打过之后 便懒懒的挂断 就在等王宗平的这段时间里 唐小舟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一看 是江南日报集团办公室主任 一部刊比侯卫东官场笔记 网络点击2000多万的 最新官场小说 二号首长 报社才子唐小舟 在单位饱受打压 家里老婆红杏出墙 梦寐以求的一场暧昧情势 也被委婉拒绝 正当人生处于低谷时 他却奇迹般的成了新任省委书记的秘书 人称二号首长 从此 他的命运轨迹 触敌反弹 唐小舟告诉我们 当官是一门技术活 通知这位提供的顺利